也是主管华色事务的社会及家庭发展部长陈振生 上午为福建会馆举办的慈善一走主持挥奇后表示 中乡会馆一直以来都扮演传承中华文化的使命 如今社会已经转变 会馆也积极顺利环境 做出调整 所以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面 我们也希望好像其他的会馆 就像福建会馆今天所主办的活动 能让更多的年轻人来参与 也让他们来设计这些活动 来自动自发地去搞一些他们喜欢做的活动 他们年轻人的爱好可能跟长辈不一样 所以他们应该有他们的空间来发展他们的一些创业 福建会馆表示 不少年轻会员因为想让孩子报名会馆属下的小学而加入 但参加了一系列的会馆活动后 改变了他们的想法 会馆将为这些会员提供各种交流平台 往后也会继续主办更多亲家庭的活动 我们有医药星期圈 我们有助求星期圈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所谓的资讯的星期圈 这些都是让他们有一个平台 之间的话能够彼此的交流 所以会馆是通过这一个平台 让他们之间的话更有更加的零距离 福建会馆拥有5300名会员 当中有3000多个的年龄介于35到45岁 这也是青年团第一次举办慈善益走 为两个慈善机构筹得9万多元善款 福建会馆表示 让年轻会员主办这样有意义的活动 将能够促进他们对会馆的认同感 同时也能够为弱势群体尽以奋力 新闯门新闻记者聂国卫报道